1-5节秋葵测评 这是粉丝拿三连留言想看的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下期测评哪个植物 测试不易 希望能点赞三连鼓励一下 我们直接开始 规则拿蒸汽21困难来测试 1-5节都是满屏秋葵 都是零挂剑零家族 因为详细解读有植物大讲堂系列会做 所以这个系列更偏向于实战测评 首先是一节攻击方式 尖刺秋葵会议约一秒每轮的频率 对范围内的僵尸造成尖刺伤害 每进行一轮攻击 下一轮次数会加1 在达到一轮攻击造成4次击打后 会发射一枚穿透子弹 并在此后休息3秒进入新的循环 如果攻击范围内没有存活的僵尸 那么下一轮攻击也将从新的循环开始 一节的他打到最后一个僵尸 非常不错了 如果你的秋葵是一节就扣1 零节就扣0 然后是两节攻击力上升 特性每一轮攻击都有20%的概率 连续攻击5次 因为有了这个连续攻击的特性 加少不错的攻击力加成 所以两节满平了他 就能把增绩21通关 但是损失惨重 秋葵消耗高达14个 如果你的秋葵是两节就扣2 接着是三节攻击力再次上升 每一轮攻击都有40%的概率 连续攻击5次 等于一个三节秋葵 相当于两个两节秋葵在战斗 所以我个人觉得三节开始小质变 通关只损失了9个秋葵 如果你的秋葵是三节就扣3 到了四节攻击力再次上升 重置时有60%的概率 释放大招 四节的他通关只损失了8个秋葵 如果你的秋葵是四节就扣4 最后是五节攻击力还在上升 五节特性完成一轮攻击后 他的刺将会有15%的概率发光 并在下一轮攻击时迅速尖击一次 造成900点伤害后立刻发射穿透子弹 此后进入新的循环 五节损失秋葵也是8个 说明这是极限了 毕竟是近战选手 而且还有秒杀植物的煤矿车 如果你的秋葵是五节就扣5 总结攻击力极高的近战植物 但固伤限制了他在无尽中的使用 在普关中表现不错 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点赞关注评论